玩具TV第17季第1集 刚爆完一只这么高质素的东西 其实这两只都不是新的 不过我反而见这一只坊间真的很少见 所以变了我其实带了来几次 都没机会爆 变了一声都想推介一下 变了一个心愿爆 是的 One Nation 2020 其实如果想说日本来说 这一次2020云展最先受兴的不是Mecto Bill 反而是这一只Zero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未正式爆 自己都未开 开个望下 我只是查查QC 我想云展都会有一个零零射射的外盒 叫做罩住 这个就实体了 好 真的开来看看 它有本身 对不起 真的未开 对不起 其实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开 咸蛋超运的话 由真是Zero第一次出场到现在 刚好十周年 所以变了在One Nation 2020 都特意 找Zero 来出一次特别版来做一个纪念 当然除了这一只SHF之外 在Premium Bandai 都有一只 价值9999元的雕像 那些是坏鞋子 那些是坏鞋子 还是那些 我真是不懂 那个坐姿真是威型 是 亦都还要有有线真秀 有线真秀 不知道 有线真秀 是啊 小小粒有线真秀 哇 真是有线真秀 真是有线真秀 好 side track完一点 就真是说一只 十周年 本身这只东西 亦都跟Zero一样 配件更少了 不过 它的卖点就是 全只都是金属色 但我见到这种 全只金属色 我就想起 龙骑那些 会不会重演呢 怎麽为之龙骑那些呢 龙骑的生存形态 好 那 到秦例 站一站给大家看 它虽然是包台座 但就不包支架的 所以变成真是说 想它安全地站在那里的话 麻烦大家配上扣 那就最稳妥了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相机没电 哦 直接已经没了 是的 一分钟一分钟 正在帮你 很快 是 由头开始还是怎样 不不不不 其实现在还 哦 好 那 好 我循例都转一个圈 给大家看一看 虽然就未必有 close up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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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就是 新鲜感的了 那最主要 其实大家要看的 看本身它的金属赏色 银色 金属蓝 金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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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另外本身 你见到它的 signature 那些边 看下去 其实有少少 就是 类似夜光 曙光 那个 那个颜色的质感的 换一下 首先 OK 好 好了 好的 好 好 好 先 上次 就要 你的 好 tackling 其實每一次玩SHF,不要只說Youtaramang 換手,我都有點緊張 因為很害怕會不小心弄斷 就很害怕 剛才我提到股價的強化形態或龍騎生存形態 那些金屬藍、金屬紅那些退色 我退色嗎? 我明白,至於將來的下場是怎樣 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 但剛才大致上看起來很高興 或者很幸運 我想大家玩這個SHF 對銀色有多有愛又恨 銀色的QC是很頑皮 不過這款我反而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無論是藍色也好,紅色也好 我用出奇地來用 沒有怎樣說位置是走、歪、上色有問題 就算是夾銀色中間的坑位也有些像米米地色 對,所以看起來整件事是很高興的 其實我不知道坊間有得賣的情況下多少錢 但我真的比較少見到這款Tarmachination 2020的7 有得賣 很認同觀眾KVDN的說法 他說這個屁股有幾竅 美國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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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是架頭 好,其實你說什麼可動性的 我相信都不需要多說 其實我純粹有一點點執念 很希望將這件事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我自己來說 在鹹蛋超人系列來說 我是很喜歡ZERO 一來就是他本身的設定是很帥的 二來就是 我很少見一套 鹹蛋超人的劇場版的打鬥 是精彩到一個點的 我想真的特別是那一套 即是用一種港式的打鬥去表達 他跟Belio的對戰是非常精彩的 沒有什麼特別要說的 因為時間關係,馬上要爆第二隻 由於時間關係已經準備好了 剛才其實如果看到阿迪 正在撞著一隻 Belio 軟膠的金屬熊 死定了 你看到金屬熊 大家可以比拼一下 這個就是剛才阿迪所說的 其實不是軟膠都會死的 因為這些PVC會出油 所以我也不敢說 這一種這麼實的金屬熊 將來會不會塗色 但這個一定是太硬的 死硬的 我自己在Belio來說 真是針對Belio 我自己最喜歡的形態就是這個Closset Closset Belio這個形態 一來本身 很坦白說 它在數值上 它是比天才方更厲害 而在變身的需要 也比天才方更複雜 一致 沒有記錯 當然是男女主角 我先叫男女主角 他們的危險程度要同級 也是最高等別 第七級 再加上若干的要求 才可以變成這個形態 所以其實在劇場版來說 是非常搶鏡的 搶鏡之餘 它的實力還要凌駕了這個天才方 它不需要任何度都可以飛 數值上亦比天才方更強 所以你問我 我又不可以叫Final Form 因為真的Final Form是天才方 有很多不同巧合的情況下 才可以變成它出來 但從玩具的層面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玩 是的 你先介紹一下 我先把手放進去 好了 其實這是不是之前的左搭右搭 是否是新的形象 還是怎樣 其實本身就是劇場版裡面的一個形態 它挺有趣的 因為它這個劇場版變成1 它的時間軸是 標裡面第45和第46集的中間 也不是快到大結局的時候發生的這件事 所以就變成了 挺有趣的 你在拉打的劇場版裡面 很少可說在故事中間 還要是差不多結尾的時候 爆出一個特別短片出來 這是一個異數 而且本身它的敵人 CAMMAN RIDAR BLOOD 它的設計也是漂亮的 不過可惜沒有產品化 這個很豪華 你可以給一點點意見 就著這件事 這件事 始終有個裙子放 可動是會有些干涉 而甲也會影響到手的可動 現在沒有其他的拉打 動得那麼厲害 但這個外形也非常不錯 尤其是腰帶的上色 都是比較精細的 這個攪拌也可以動 頭的複眼也不錯 其實造型我真的很喜歡 當然了 配件其實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你跟回劇情 你全部都是拳頭 純粹是賣造型 還有賣愛 我是有的 愛這件事 老實說 他只是用一個握手 右手用來攪拌變身器 左手是沒有的 而右手只有攪拌手 即是連手指也沒有 所以我們這次介紹的 真的可以比較簡單 好吧 終於擺放了 畢哥 仍然是一句 純粹是一種情意結 我縱使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可以說 拿了多少次呢 這些 好像 Pi Mian Ban Dao Deng 是不是四塊幾水 其實我真的不記得 通常我買完的東西 都不會寄過 寄過 價錢的 好似有朋友提過 本身的頭 裡面的複眼是有少少差異 就算了 看上去都是帥 其實剛才阿迪都說過 本身這裏是軟膠 但頭和封面的透明位 好像有點差異 是的 所以 可以少了 可以少了一段 有需要的話 可以找這個改組屋 是的 覺得那邊不透明 那邊 兩邊的肩甲可以動 變相對盡量減少肩關節的影響 後面半邊是龍 半邊是套 所以變成龍的外甲 就完全覆蓋了半邊 所以是挺型的 真是愛的結合 是的 真是愛 這些就是真愛 這些就是真正的男女主角 好 其實要介紹的就是這麼多 今晚好像還有少少東西要送 是嗎 波恩 波恩 你很鬆嗎 是不是要鬆東西 好 我把位置給你 我撿東西撇停 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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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恩